上海光明村月饼好吃 但是排队太久 不如来这里买同款 价格打折 排队短 能说得来啥地方吗 大家好 我都很喜欢 我们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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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进枪部 有网友问我 不高兴排队 又想吃现烤的光明村月饼怎么办 那我一想 这里也许蛮符合你的要求的 光明村配餐公司 地址就在鲁班路上面 我们看到虽然是下雨天 但是老百姓们 撑着洋伞 穿着雨衣 风雨无阻的在排队购买 不过这个排队人数 我们看到 和淮海路的光明村比起来 还是小屋见大屋了 那么这个光明村配餐公司 应该是光明村的 擦哭兄弟关系 我们都知道 他的大哥 淮海路光明村 就不谈了 前两天看新闻 排队要五个小时 我也真是蛮佩服去买的人的 感觉这体力 都可以去参加奥运会了 不过这也难怪 光明村的东西 确实有一说一 味道是比较好 而且好像目前 是没有人 可以与之一战的感觉 既然如此 弄我独我狗一的游奶 满我狗一的 根本弄小儿的 就来分店一下 也没别的商议嘛 我们看一下这个价目表 这个鲜肉月饼 比华海路光明村 还便宜五角 你可别小看了 这五角钱 相对值 可就是10%的差价了 这个销路 的确是蛮好的嘛 只要有哪个的 把艺务要把都送 把鲜4个中的呀 你可定也把鲜4个中的呀 那一个呀 就张到鱼 把鲜4个中的 刚刚拿到镜头去除 我把鲜4个中的 把鲜4个中的 那么要个地人呢 把鲜4个中的 个地人要4个中的 不能了 没干没有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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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十个也可以啊 可以 可以 哦 那边可以包鲜4个中的 差不多 哦 这样那个的吗 我觉得几点 不是 可以 可以 不是可以 我们一共 十二点 一共几个 十二点 一两个 你才可以啊 我们把那些 那一二几个 一二几个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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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朋友们 我前面买了一盒啊 拿了一个出来 替大家传一下味道 趁热吃啊 尽管已经不是很热了 看到里面这个汁水 还是有一点的 然后这个酥皮呢 也是一层一层的 外皮比较松脆 里面肉还是蛮香的 还有特写 里面也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个肉质 我前面仔细尝了一口 这个肉啊 确实是比较有嚼劲 所以是比较精度的 中鱼 我样子 一样 是在里面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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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鱼 把他里面 吃上去 米粉 跟这鱼 比较有精度的 好了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光明村配餐公司买过东西呢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在淮海路 还是这里 还是网购买光明村 现入月饼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秋库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大家接位